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梁士祥 英大集团或Mitchelland控股私人有限公司颁发建筑合约,价值高达1亿600万令吉 该合约是英大集团今年首个获得的大型工程,估计将会推高未完成订单到大约11亿令吉 接近公司历史最高纪录11亿5000万令吉 充实的首持订单,足够支撑集团未来两年半的盈利前景 《行家》估计,英大集团今年能拿下4亿5000万令吉新合约 由于上述合约价值还在预估范围内,因此维持今年到2023年的净利预测 依目前只有1亿6100万令吉的市值来看,英大集团的估值还是相对便宜 今年和明年的本益比分别只有6.8倍和5.7倍 因此,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目标价53线